我们看一下第六识 客观的否定 六识是 表示没能 如果是不能的话 那是 没能的意思呢 是我愿意做 但是呢 我因为某些客观原因不具备 所以呢 做不了 我们看一下下边的例子 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呢 我没有做完事情 那他没有做完事 他的意愿吗 当然不是了 他是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呢 想做 但是没做完 第二个 泡菜太辣 我吃不了 我吃不了和我不想吃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 弟子不如师父 是吧 那弟子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客观否定的话 不是说弟子不想超过师父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吧 就超过师父啊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如果弟子 他怎么样 他 我们说这句话呢 我们改成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含义在里边了 是吧 那有可能这个弟子呢 说不定是隐藏实力啊 也有这种可能性 好 这个是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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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